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仅仅是不知道轮回恐惧 就是我们不知道轮回这件事 刹那刹那在轮回 我们已经在轮回 就是这一刻当你定义了什么 或者是你的起心动念 而且当我们的起心动念 开始了喜气欲望很重的时候 我们在下地狱的阴 你的境界里也呈现地狱的幻境 如果你能看见的话 只不过是现在你还没有感同身受下了地狱 有时候我们起心动念 对人到这 你在不断的轮回 轮回皆苦 就是轮回 就算你现在你做了慈善 或者是什么你有思想 你受过高等教育 你有思想 或者说从想即非嘛 追求的是灵性的解脱 或者什么 但是我们也在天道 你知道天道那一两天 跟我们下面一百年感觉一样的 你觉得他们活得 因为他们太快乐了 过得太快 知道吧 我们一百年苦苦乐乐的觉得挺难熬的 有时候还很长 他们太快了 三七年没了 知道吧 所以我们还会掉下来 所以如果你看清楚轮回这件事的话 没有人不学乎的 没有人不敢去解脱轮回的 谁愿意轮回啊 每晚没了在幻境里折腾是吧 如果这一世这些是幻境 我们还不怎么大不了就在梦里边活着呗 怕啥呢 不就梦梦嘛 是吧 我们也就安于现状了 任命吧 但是 轮回啊 轮回是恐惧啊 如果对轮回了解越多 肯定会修行解脱 而且有的人说 这一世 这一世成就不了解脱不了 也要开始学啊 上一世就是写你 我们每一世都这样说 你这一世说的话 不知道说了多少事啊 我忙啊 我事情多啊 还有就是轮回这件事 你看我修了很多年了 没啥功夫啊 好像很难成佛啊 解脱轮回很难 算了 我就是 这一世修好像已经晚了 上一世就说晚了 这一世又说晚了 你哪一世能不晚 是吧 所以就从现在开始 知道吧 梁姐轮回 他不是解 佛法 释迦牟尼佛的教法 不是解决我们在人世间的 一点点烦恼的 真的是 你哪可堪留到 解决你的烦恼痛苦 就像早要是佛之感冒一样 是吧 就是 你求 求诸佛菩萨解脱轮回啊 当你困在释迦牟尼佛 跟诸佛菩萨面前的时候 求点大的啊 一定要懂得求解脱轮回啊 你们诸佛菩萨 隆天护法护起我解脱轮回 诸佛菩萨还拍拍你的脑袋说 哎呀自相远大 是吧 那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啊 否则我们的烦恼 要用无止尽你知道吗 今天我们这个烦恼我们解决了啊 比如说孩子的问题解决了 明天孩子找了媳妇来媳妇生了孩子了 又一大堆事知道吧 哎孩子好不容易 让他结婚去了啊不见了 然后自己又得病了是吧 自己身体老了嘛 而生老病死又来了是吧 哇有无止尽的这些事情 你要是你搞不完的知道吧 我们现在还算幸福的 大家平平安安的啊 现在你看看那些诸佛 恶缘成熟就是恶暴成熟 他在医院里他在现在得了抉择 或者是什么哎 真的是苦死了或者是一点点 你知道恶暴成熟 一点点小事能让你感觉地狱般的痛苦 比如说有的人失恋就无所 有的是个恋你不知道多苦 是吧 他就放不下了 怎么样抓住放不下了 对吧 有的人也无所谓啊 就反正时间会疗愈的嘛 还是 啊 游戏人生的在令到别人啊 就是说 但是有些人就就他就很苦 知道吧 可能好多年都活在痛苦 他其实有些东西跟心性上的 都是执着啊 什么有些东西有关 还有你对情爱的定义角 定义啊 看法啊 这些都有关系 是吧 这些 解脱轮回 如果你 为啥佛讲地藏经呢 佛又不是想吓唬我们 是吧 看看看看 你看地狱多苦 不是 是吧 了知轮回之苦 你不了知轮回之苦 我们还坐在这儿 清风明月的 坐在这儿说 我过得不错 是吧 刚才你还妒忌了 憎恨了 抱怨了 你地狱的种子在哪呢 是吧 你携带着地狱之音 你现在过得不错吗 这就是佛学要告诉我们的东西啊 不是不是吓唬大家啊 佛不是不是讲那些说 你看地狱这样那样是有什么 是告诉你有这么回事 我们可能会去的哦 佛不希望大家去 今生今世我们继续修啊 你现在修啊 你比如说修佛的空心这些 不断地解脱解脱解脱 成佛啊 然后这一世假如成就不了 佛不是告诉我们了 可以移民啊 移民到极乐世界修啊 极乐世界没有六道啊 就算你 种下了地狱的 你移民到极乐世界 你不用下地狱下山岛 那样你就错过修行了嘛 在地狱入地更难啊 你在人道里都入不了定 现在坐在坐地 下地狱每天也行 考打你你能入定 是吧 入不了所以我们要移民到极乐世界 移民到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还是讲空性正解 所以你在这边学的 在那边能用的哦 其实阿弥陀佛还是讲 讲第一地嘛 还不是一样的哦 还是讲成佛这回事嘛 诸佛出世 绝不是叫你成佛的 没有其他事做嘛 所有的佛不少都教一个 一个事 让你了知你的本性是佛 让你成佛的 没有 不是让你成菩萨跟罗汉的哦 不是让你成为其他的 每一种佛出世都是让你成佛的 知道了 不是在这儿讲经的 盖世约的啊 不是在这儿 呃就是 让你试些个什么 气法不气法的像啊 不是这样的哦 那是佛法传播的一个形式啊 让你成佛的啊 就是这样子 你只要成佛出轮回中彻底解脱出来 你这个生生世世这些东西才不控你了 知道吧 你才算彻底写心了 知道吧 叫得大自在 知道吧 生命才得到了大自在 这是我们唯一应该生生世世最凶的东西啊 这一次搞不掉下一次再来嘛 是吧 再搞 嗯 那继续修哦 这个气脉怎么 你怎么会讲到气脉转化 你自己感觉到 你修炼了没有 就气脉转化了 你是什么意思 啥也没看 搞不懂 你看佛学的经典 嗯 看完就开始搞不懂了 就气脉开始 显然还不是无处不在的感觉 因为你的见地是对的 花也是空性 树也是空性 但是你知道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跟佛说的不一样 你说花也是的时候 你着花像 你说树的时候 你着像说服空性啊 你又着花像 又着我像 又着树的像 哪个都不是空性 你花就是花 树就是树 你就是你 你也变不成树 树也变不成花 知道吧 所以你不自在 你被困在这些 你概念里边了 是吧 因为你还没理想 你没修行 你一切像 你才是一切法 你没理想的时候 你啥也不是 你就是个人 知道吧 就是个女人 是吧 花就是花 树就是树 你还着像嘛 是吧 花是如来吗 你为什么 照着佛下抠头 不对着他抠头 知道吧 所以你还是 你还没有理想的 正量的境界 所以 这是一个概念 就是说 你学了金刚经 行经以后 有一点概念 但没有正量 就是通过文师 得到了这样一些 界底的概念啊 这是初修 就是这样 还有你可能 你的术元 有些术元 就是有佛元嘛 继续吧 继续多 多去听闻 你出现了一些幻境 嗯 嗯 幻境 然后呢 我建议你去 不要不要去 去看着窗外 说花也是个空隙 佛也是空隙 佛也是空隙啊 但是呢 你这些 暂时用不上 那继续学吧 看看金 继续看金 我相信你会 他会就是 但是你这个都不系统 你就是 都是瞎猫碰死老鼠 就碰住的啊 就是 哎 突然碰到这样一个境界 不知道为啥 突然不能呢 这个语速是 很多是修行啊 这根器里边的东西啊 它又冒出来了 我建议你用动 你用动少 你坐在那儿 看完经乱想 出了幻境了 先把书放在一边啊 你就每天 听听一栋网站的聊天室 或者什么 经线放在一边 每天去跑步用动 然后幻境就少了 嗯 先不要静坐 先去用动 多运动啊 嗯 而且运动的时候 比如跑步的时候 全神贯注的跑步 走路的时候 全神贯注的走路啊 这样就是修行了 刚开始对你 好吗 不 你很多是不在乎 但是 但是你头脑中的 头脑中的思想 幻境多 而且 呃 这儿 气血不够 气血有点 神经衰弱 知道吧 神经衰弱啊 这样会思虑过度 你现在已经在思虑过度 知道吧 虽然那些幻境跟你思虑过度 不是病态导致的 但是你思虑过度 才出现那样的幻境 知道吧 嗯 所以我建议你用动嘛 嗯 现在不去吃中药 瞧瞧 嗯 嗯 然后你 你那些境界没有错 是对的 但是你思虑过度了 硬要不瞧 嗯 头那边 睡睡眠好不好 嗯 瞧一瞧啊 瞧一瞧 嗯 就是运动一下 就上边很虚 下边 就是每天在那空想 气血打不上来 但是小的特别多 哎 然后小了就就那些境界还 就钻到牛角节 放不下 他想放 他其实他不是那种气量 他不执着 但是他就在里面卡住了 就是气血虚导致的 吃中药 吃点中药 再加上运动 啊 就好了啊 我记得大家运动 就刚开始运动就是 跑步啊 什么在爱空 我觉得早上起来 或者晚上 因为 其他的一下足不到位 就是说马上要用的 哎 你就要 运动要 解你最熟练的运动方式啊 不要现在我 我准备去学瑜伽 你三天又学不会是吧 但是你会跑啊 你从 从几个月就会跑了不是 你跑了几十年 你会跑会走啊 是吧 你不要坐在房间里 空桥底下 不断的冥想啊 这战胜你不需要啊 不能 嗯 扣大礼拜也行啊 听音乐 但是你现在人 这个是不用了 不用去听了 还是出去的 借阳光去吧 看大海 借阳光 看看海阔 天空的去玩吧 嗯 放松一下啊 嗯 还有你要吃中 要调理一下 你不太通畅 嗯 也是头部 绝对摔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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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